哈喽各位爱钓鱼的小伙伴们 我有一条大嘴鲁驴 是前天小张同学钓的 就是这么个大家伙 我把它放在保渊箱里边 放上冰块 所以呢你看他的眼睛还是挺新鲜的 那么今天呢我就要用老美们经常用的方法 就是flake把它给片下来 片鱼的刀是比较薄片的 然后需要比较锋利 首先第一刀在这里 中间的脊柱偏左的位置沿着这边 然后把刀转回来 沿着背部的骨头切下来 切着它的脊柱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鱼柳给分下来了 它这边是它的肋骨 会有一定的弧度 沿着这个骨头 用刀尖比较锋利的位置 这是一条大的词语 它应该是在产前 加强阴阳 一不小心被小张同学给掉它了 这块都是贴着骨头 这样可以片下来更多的肉 到尾巴这边 不要断刀 下去一刀 然后贴着鱼皮 拉拉拉拉 这样的话可以一个完整的鱼皮 那么这块鱼柳就片上来了 鱼皮上是一点鱼肉都没有 它在身体这块还是会有一些小肉的 老美们一般骗鱼的时候也就片成这样 我蛮长时间没有骗鱼了 所以这个手法有点生疏了 刀呢又不是最佳状态 另外一侧 还是沿着脊柱走一条线 把这个边界先找到 然后呢 放在顶上这一块 这里边还挺多肉 转过来 沿着骨头开始轻轻的滑了 太使劲的话 容易怎样的 容易把骨头也给扫进去 那鱼柳里边如果要有骨头的话呢 被鱼刺掐的喉咙是非常测高的 曾经我在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干活 老板请我们去吃这个叫什么 张兰开的那家电影叫什么 翘江南对吧 是鱼那时候在北京特别火 没吃三口 被鱼刺掐了 附近的社区卫生医院去检查 大夫说没有 看不到鱼刺 那我就特别确定 他就还卡在我的喉咙里 最终呢 一边咳血 一边在路上走 走到了中日友好医院 到了医院里边 没有三十秒钟医生就把刺给摘出来了 这块会碰到鱼子 所以要比较轻柔 腹部有些肉 但是这种白肉啊 一般老美们是不吃的 他们会把这块肉给切掉 不要了 他们只吃红肉 这边有很多脂肪啊 有可能会更容易伏击一些污染物的 好 这时候呢 都插出去 还是沿着一般 把他给捋过去 停住 把这片肉的这一块给锁开 先下去给一刀浅的 然后把刀头呢 刀转向外侧 尽可能的把这一片肉和鱼皮贴在砧板上 这刀很软啊 所以呢 你就可以沿着鱼皮上面 来滑了它 OK 鱼流也下来了 这就是老美们 这个片鱼的方法吧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 这种方法还是相当浪费的 你看这些鱼腩 这些部分 这些肉都给浪费了 包括 内部 这里边还有一些肉 但是啊 这里边有鱼刺 大腿鲁鱼的鱼刺比较少 依然就是能够很充分的利用 它的这些肉 把它卵巢给拿下来 尽可能不要划破它 保持它的完整 这样的话鱼子不会撒出来 好嘞 这一对卵巢又摘下来了 接下来这条鱼的尸体就可以扔到后面 为这个土鳩啊 浣熊啊 臭幽 腹鼠 它们应该都会吃的 这里要提到一点啊 市面上有卖这种防割的手套 如果你要是想尝试强烈建议 真的很管用啊 第一呢就是捏鱼的时候防滑 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的刀不小心碰到手的话 手套完全是割不过去的 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小碎骨头 可以用手去检查一下 通常在这里还会有一些小的碎的骨头 拉出来一点 到这就可以感觉到这里边有阻力的 这些小骨头是长在这一片的位置 它并不是说都把它给划下去 OK 再拿手摸一摸没有问题 下一片 这条鱼我要给丈母娘让她来做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鱼的身体清得尽可能的干净 因为老美们一般不会摘刺 加个洗一洗就OK了 清完鱼了还有一步别忘了 要把现场给清干净 不然的话你有洁癖的老婆 她就要对你不满意了 我把片完的鱼放在了后院的橘子树下 在下一期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位不速之客 吃免费午餐 敬请期待 我是在德克萨斯州到处野鸟探钓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野鸟探钓的视频 不放点关注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